那这个鸡肉什么时候放进去了 鸡肉稍微吃一些 稍微吃一些 我们现在可以把那个土豆放进去 因为土豆已经凉了 要让它煮热一下 炸过的 炸过的土豆它的香味又比较多一些 而且口感会好一些 对对对 来很快的这个 汤已经就煮沸了 这时候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调味 鸡粉下一些 鸡粉 鸡粉 糖 鱼露 鱼露 这都是必不可少的这种调料 对因为那个咖喱档里面有一些虾酱 鱼露不能放太多 以免太咸 而且马来马来西亚的菜 它有一个特点 它就是很喜欢用这个新鲜的蔬菜 比如说它去把它蒸熟了 然后它特别调制的那种酱 比如说这个你放一些鱼露 放点什么什么 有什么鱼酱啊 然后它调制在一块去蘸着吃 所以它那个是比较健康的吃法 对对对 稍微焖煮一下 好 在煮制的过程当中 现在我们的鱼露当中 全部都是这个咖喱的香味 咖喱的香味 然后可以放一些三花淡奶 好继续煮制它 好 这时候可以放叶酱液上去了 这个时候就要放椰汁了 对对对 因为我们这道菜叫马来椰汁咖喱鸡 所以呢 这个里边的这个 我觉得这个椰汁呢 要要多一些 对对对相对比较多一些 好继续熬 对继续熬 然后等它沸腾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把鸡肉放下去 好鸡肉放进去 这时候的颜色已经跟刚才不一样 刚才是土黄色 现在已经开始变得浅黄了 然后把我们的肌肉放下去 刚才我们的肌肉呢 已经把它煎制成五成熟了 对 现在呢再把肌肉放进去呢 再煮五成熟 其实我觉得花不了多长时间 几乎两分钟的时间左右吧 要吗 对 差不多两分钟 然后我们把这个 这个主要是用来调色 好 对 洋葱 洋葱角还有那个青椒和红椒 青椒 对 这个是要不断的搅滞啊 对对对 因为你呃 特别是下了奶和椰浆以后 它就比较容易糊锅 对 所以说需要一个搅滞 也让它的这个味道更加的 这个 混合的均匀一些这样 然后这时候差不多可以 可以用面捞了 很稠啊 对对对 只需要一点啊 只需要一点 因为它很稠嘛 牛油 牛油啊 对 好 现在呢我们已经的这个 大功到成了 嗯 我们现在就已经 准备盛盘了 行 好香啊 来啦 真的 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好的 直接把它放在这个里边 对对对 倒进来 倒进来 那这时候呢 我们需要一个装饰 就是 呃 先用剩余的一些椰浆 嗯 进行一个装饰 老辣椒油 在装盘的同时呢 我们还加入了这个 剩余的椰浆 以及辣椒油 于是呢 这个非常完美的 马来椰汁 咖喱鸡就已经出现在 我们大家的面前了 然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它的制作过程 马来咖喱鸡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鸡腿肉 土豆 青辣椒 红辣椒 洋葱 蒜头和香茅 需要准备的调料有 咖喱 鸡精 糖 鱼露 淡奶 椰浆和面捞 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制作方法 香茅切碎备用 热锅热油 下入鸡腿肉块 稍微煎一会儿 收缩变色盛出 继续用鱼油炒香蒜末 葱白末和香茅 加入咖喱 适量的清水和炸锅的土豆 用鸡精 糖 鱼露煮开 接着加入淡奶 椰浆 鸡腿肉 洋葱和青红椒 继续煮至慢慢收汁 再加入面捞 勾勾芡 即可起锅了 最后再浇上椰浆和辣椒油即可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关注 石拉运转新浪微博 现在缺一碗米饭 我们等一下就去 然后厨房拿 拿完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吃了 好了 当然电视机间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美食推荐的话 也可以根据我们屏幕上显示的这种方式 联系我们 你们就将可以获得 由欧力未兰特级出炸橄榄油提供的奖品 方法非常的简单 我们会从众多的观众朋友当中 每天选出前五名送出礼物 快快行动吧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在这里特别要感谢大正有机整体厨房 对本节目的支持 要感谢欧力未兰特级出炸橄榄油 对本节目的支持 也要谢谢盖子 欢迎常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 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 拜拜